好人一定有好报 当你为身边人做好事的时候 这些人都会对你心存感激 在你需要的时候 这些人也会给你汇报 就是这么简单 贤劳踏实的小伙子 今天早上是从公园醒来的 他已经连续两个晚上睡在外面了 是为了节省时间和精力寻找阿祖法 也为了尽快地完成任务 回家和自己的妻子孩子团聚 他找起人来大不留心 没有一天是耽误时间的 小伙子发现公园里已经有小朋友在玩了 他走过去把阿祖法的照片拿给他们看 可是他们都说没有看到过 阿祖法带着凯撒在外面生活这么长时间 他的生活都是忙忙碌碌的 只带着凯撒来玩过一次 他没有心思带着孩子游山玩水 所以在公园里是很难问到他们消息的 小伙子已经离开公园 他想要再去附近的商店里问一问 他已经来到了一家水果店 他拿着照片问水果店的老板 老板说没有看到过这对母女 他还关心地问他 他们失踪多长时间了 小伙子说 已经两个多月了 家里人正在着急地找他们 水果店的老板说 他们肯定没来我这里买过东西 只要来过我一定会有印象 小伙子也不气馁 又开始在这一条街仔细地询问别人 其实他不知道一件事 阿祖法的女儿前两天不见了 在执法人员的努力下 终于有了凯撒的下落 其实就是他们怀疑的对象 老爷爷的儿子做的这件事情 执法人员第一时间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阿祖法 阿祖法这才有了活下去的勇气 所以小伙子要是今天去医院附近问问 或许能找到一些线索 或者他再去大山麦田里再问问别人 因为阿祖法前两天也在那里找孩子 可是阿祖法那边发生的事情 小伙子毫不知情 现在他们每天都有事情发生 今天没有问到什么消息 他也是有点苦恼 小伙子这两天也打电话给奶奶的 奶奶这两天没有去康特家 不知道妈妈那里也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要是他去了的话知道了以后 肯定会给小伙子提供很多有用的线索 比如阿祖法前段时间回过康特家的 而他这两天都在找凯撒 要是知道了他的目标改变一下 说不定还能在路上遇到阿祖法 老者这两天因为去了妈妈家好几次 虽然他们吵得很不愉快 但是也从中得到很多有价值的消息 老者这才知道原来凯撒失踪了 他马上带着自己的女儿去寻找 真的是把凯撒给找回来了 现在很多网友都很开心 觉得老者和他的女儿做事情太给力了 这真的是帮了阿祖法一个大忙 而且凯撒已经被他们安全地带回家了 这是今天发生的最新消息 这件事情就连阿祖法和康特都不知道 老者有心通知他们却也联系不到 虽然从小偷手里抢下了孩子 也问了一些关于阿祖法的最新消息 只可惜还没有问到他的住址 他们知道老者要送他们去警局 不想把牢底坐穿 想尽一切办法逃跑了 况且老者一个人也无法应付两个年轻力壮的男人 老者成功解救凯撒这件事情 连奶奶也毫不知情 如果奶奶知道的话 肯定也会把这些消息告诉小伙子 小伙子才会根据这些线索继续找人 现在问题是 老者和他的女儿肯定知道 阿祖法非常的记挂凯撒 他们知道孩子对于他意味着什么 孩子不见了这么久 估计他已经崩溃了吧 老者也觉得 这是让他们一家三口团聚的好时机 只可惜他没有问到阿祖法的真实地址 而他也联系不到康特 康特今天在山里找人的时候 他遇到了一个认识的司机小哥 这个司机小哥 就是帮阿祖法运送砖块的那一个 当康特和他说 他在寻找阿祖法的时候 司机小哥惊讶极了 他说他两个多月前见过他 还帮他拓了砖块 康特听了以后非常的惊喜 这使得找阿祖法以来 听到最准确的消息 他想让小伙子帮忙带他去找 哪知道小伙子说 他后来有一次想要去看看他们的 哪知道居然在深山里迷路了 现在叫他带路他也不认识 康特听了后有点懊恼 可他应该会按照小伙子指的那个方向去找一找 很快夜幕降临了 小伙子找了两天也没有什么收获 他拦下了一辆卡车 拜托司机小哥送他一程 他决定还是回那个教会 小伙子本来是想看看自己的妻子孩子 可他觉得现在实在是天色太晚了 去了以后反而影响孩子们的休息 还是明天一大早去找他们 这样子也可以陪着他们多玩一会儿 他们家的两个孩子都很喜欢爸爸 卡车开到了商店门口停了下来 小伙子感谢司机后下了车 进去和商店老板打了一个招呼 老板知道他最近都在找人 还关心地问他 你这两天出去找到人了吗 小伙子说 很遗憾 这两天我没有找到人 但是明天我会继续去的 他一个人走在这伸手不见无止的大山里 好在这里的教会永远都开着 他熟练地打开门后进去了 因为他今天回来的比较晚 这里面一个人也没有 他在外面奔波一天已经很劳累了 他走过去把灯关了起来 今天能有这样一个地方睡已经很不错了 小伙子拿着阿祖法的照片还在想 明天到底去哪里寻找才好呢 我们在哪里面奔波一天 我们在小伙子拿着 一直那么早镜的 然后再说 就是在地上